在雪中焊刀行中 达到一品境界为宗师 一品境界又分为金刚 指玄 天象 陆地神仙 陆地神仙再进一步 可以飞升为上界仙人 也可以留在人间为陆地天人 陆地天人也并不是人间的极限 最强的是天人大长生 和三教合一的圣人境 就算去了天上 也是少有敌手 而雪中焊刀行中 最强的识人都已超过了陆地神仙 以陆地天人镜打底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雪中的最强识人 排名不分先后 上期咱们已经说了五位高手 那么第六位是 广陵江畔的李纯刚 天不生我李纯刚 剑道万古如长夜 从这一句霸气的字数 就知道他有多狂 而他也担得起这份狂妄 剑神李纯刚乃是剑道天才 是媲美吕祖的剑仙大才 李纯刚的大风流有很多 但他的义气巅峰 还是广陵江畔的收官之战 这一战 李纯刚一剑破甲两千六 一气已达到千里又百里 超过了天人境界 所谓的一气 就是一口气不换气 江湖上的高手再厉害 也是需要换气的 天人境界则是一气千里 而李纯刚一口气 已经超过了这个门槛 实力实在强悍 第七位 初代张家圣人张福瑶 张福瑶是真正活了八百年 而不是吕祖那样的转世 不同于一般的三教中人 张福瑶的战力很强 八百年的时光 足以让张福瑶实力强悍的无边 同时张福瑶又是儒家初代圣人 身负着儒家的大气宇 有着八百年的书生意气 这两者相加 就是一个初代儒圣张福瑶 武当山上 张福瑶与徐凤年和邓太阿一战 初时张福瑶可以压着两人打 而且还有言出随法 直接就驱逐了邓太阿 这时的张福瑶的实力无比炸裂 而且他的实力也不受环境所影响 实是最一流的巅峰战力 第八位 高树路 高树路是四百年前第一高手 有着最完美的天人体魄 到正式故事中 高树路也曾现身 不过高树路并不算活了四百年 当年高树路与无名道人一战 打赌被他以封山拂封印 才半死半活的过了四百年 四百年后 高树路破风山拂 醒来与徐凤年一战 这时的高树路 行神虽不坏 但已是强弩之末 可他依然强过徐凤年 只是高树路平生未尝一败 再多赢一次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就选择了境界之战 小叔给了徐凤年 第九位 如道转霸道的曹长青 曹长青是陆地神仙中的特例 先入如胜又转霸道 一生两入陆地神仙 如胜曹长青本已是无比厉害 但在最一流战力中还是差点意思 由如道转霸道之后 曹长青走的是取死之道 战力大声 广陵江上悍然击杀了陆地剑仙刘松涛 更是一人攻打泰安城 很多人都觉得曹长青战力不行 会将他排为第十 这也是江湖人对曹长青的看法 觉得他没有精彩的战绩 在四大宗师中不过是末位的陪袭者 其实徐凤年和邓太阿知道 在四大宗师中霸道曹长青的战力为第一 第十位 年轻宦官 黎阳泰安城中有年轻宦官 与国同龄 他在泰安城中可以真长生 年轻宦官虽然非常厉害 但在真正的高手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这也是年轻宦官自己所说 武帝城的王先知 广陵江畔的李纯刚 高树路在各自一起最巅峰之时 年轻宦官就是在泰安城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要是出了泰安城的话 年轻宦官实力又会再打折扣 但比起大部分人 年轻宦官的战力也算绰绰有余了 那么大家心目中 雪中汗刀行中的最强王者是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本专辑带你深挖更多雪中汗刀行的细节